身份证疑似遭盗用案在天梯庄 槟城一名工程师被指在吉隆坡租的两间电污 涉及偷电行为 结果遭国能追讨将近40万令吉的电费 还扯上关系 社主坚称自己无辜 要求警方和国能展开彻查 因为这些无望的载 不是我做的这些事情 但是我要去承担这个东西 我真的是接受不到 34岁的市主在马华兵州公共服务及投诉局主任 黄德亮的安排下早开记者会指出 自己在2019年1月曾说到电污业主寄来的报案书 说他在吉隆坡交赖租的电污 涉及偷电而被国能罚款20多万令吉 市主报案后案件告一段落 但是市主去年又收到了国能律师信 说自己在吉隆坡租的两间电污 欠下了超过37万令吉电费 还决定控他上庭 市主澄清文件上的签名根本不是他的签名 他前后已经多次向不同单位投报 但是毫无虾文 他恳请当局还他清白